在日治时代大政四年创校 到现在已经有104年校舍的台中一中 走过百年风华岁月 校友遍布海内外 而且几乎都是各界精英 2017年1月 在台中一中康乐馆成立校友总会 由台中市国木工业公司董事长郑明泉 担任首届总会长 2019年4月20号晚间 台中一中校友总会 特别在台中市市政北一路的保利金餐饮会馆 选出第二届礼监事 由光人谷外科诊所院长陈国光 担任第二届的理事长 陈国光曾经是台中一中台中市校友会会长 医师音乐协会会长 中华民国谷科医师协会会长 在接任总会长之后 陈国光说 他会整合各地校友力量 以台中一中红楼精神 台中一中校长陈木柱表示 今天晚上他亲自前来参加这场大会 是因为台中一中有长久光荣的历史 培育出许多杰出校友 希望凝聚校内外的力量 再创台中一中光辉灿烂的未来 在这场校友总会的成立大会中 许多各地校友也都前来参加 校友一见面 一中的往事就聊不完 也是一中校友的立委黄国书也到场参加 陈国光总会长还特别带领所有新任的李建师上台 跟大家致辞致意 随后还举办校友参会 气氛相当温馨热闹 我们一定支持我们陈国光理事长来完成我们第二届 这个阶段性的任务 那当然我们郑理事长的四大目标 我们仍然要继续来推动 尤其是在我们第二届刚好遇上了我们一中的红楼要重建 希望我们能够临结我们这个校友的力量 那么共同完成这个红楼重建的历史使命 相信在新的陈国光理事长的领导下 我们一定能够大步向前来达成这个使命 在台中一中最优秀的校友过去的杰出的奉献的基础上 继续推动台中一中校友会的会晤 国书在中央 我们在教育部对台中一中的协助 绝对不会打任何的折扣 所以台中一中有需要教育部协助校园的设施的改善 国书一定站在第一线来帮忙台中一中 大家说好不好 针对一中红楼重建的问题 郑明权在总会长任期之内 就慷慨热心的答应捐助一千万 校友总会秘书长施政新 也向在座的校友报告说明 目前协助母校重建一中红楼的计划跟进度 希望各界校友热心慷慨解囊 参与跟支持 记者陈文旭 校友经台中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